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段故事来自引游诗人和他的小助手 这对说说人常年在全国各地巡回表演 赶路是常有的事 这天两人在赶路途中遇上了暴雪 为了避寒两人躲进了一个洞穴之中 没多久他们就发现洞中住着一只苍老的灰熊 不过这只灰熊看上去性情较为平和 而且还通缴人性 为了留在洞中 两人开始给灰熊讲述熊族大战西西里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野兽善良 人类残暴的时代 主角是一只名叫朗斯的熊王 这天朗斯带着儿子尼欧来到山间吸水捕鱼 不料就在他给尼欧演示的时候 尼欧却因为追逐鱼儿而落入了人类的陷阱 事后朗斯开始四处找寻尼欧的踪影 他寻遍了他能想到的每一寸土地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同时艾子的熊王开始没日没夜的坐在山巅发呆 这一坐就是好几个季节 而底下的熊族却因为失去领导 而陷入了饥饿的危机之中 为了拯救族群 熊族官员沙贝主动给朗斯禁言献策 说尼欧可能是被人类抓了过去 朗斯听了这个消息 立马有了精神 他迅速组织熊族 开始向着人类城市进发 另一边 城堡里的公爵从魔法师那里听说 熊族即将大局入侵 他整顿好军队 打算半路截击熊族 实际上 熊族是一个善良的种群 他们一路上想着的 都是如何与人类和平共处 然而等着他们的却是枪支与打炮 猝不激防之下 熊族被打得四散套窜 长老也不幸重担牺牲 仓皇撤退之后 朗斯开始组织反攻 他们堆出一个又一个大雪球 赶跑了人类军队 公爵带领军队逃跑之后 魔法师主动跑过来想要投靠朗斯 两人还没谈妥 公爵就率领野猪大军发起了新一波进攻 魔法师眼见情势危急 只好祭出了魔法 就这样 野猪的进攻被轻松化解 魔法师也因此成了熊族的朋友 不过公爵并未就此罢休 他趁着魔法师落单的机会 将他抓了过去 为了自保 魔法师给公爵出了主意 由他将熊族带去鬼城 吓死他们 鬼城是一间歌特风格的古堡 远远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 魔术师召唤出古堡中的亡灵 打算用恐惧征服熊族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熊族似乎并不害怕这些白色的鬼影 他们发现很多鬼影 其实是之前被消灭的族人 两方人马 就这样迎来了愉快的团聚 吓死熊族的计划破灭之后 打得的公爵又剩一击 他让魔法师带着熊族 来到了魔怪所在的三封居 这个魔怪看上去并没有多大的能耐 但是他却有着独特的变身本领 魔怪变成一只花斑巨猫 开始烈士熊族 眼见巨猫死虐 族中勇士巴蓬站了出来 他将巨猫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接着点燃了手中的炸弹 就这样 公爵的第二个阴谋 再次失败 解决巨猫之后 熊族再次朝着人类城市涌来 朗斯在城外同士兵交涉 自己指示过来寻找儿子 不料却再次遭遇人类的子弹雨 朗斯在愤怒之中 下令攻占了人类城市 此时的公爵还在马戏团中欣赏演出 而表演的主角正是尼欧 很快朗斯便来到了剧院之中 就在两父子将要团聚之时 公爵却开枪击中了尼欧 一旁的熊族士兵开枪击毙了公爵 然而尼欧却已经奄奄一息 伤心的朗斯请求魔法师救救儿子 魔法师此时也动了侧影之心 他发动自己谨慎的魔法 将尼欧救了回来 这次事件之后 人类和熊族迎来了和平共处的时代 而朗斯则被推举为新的国王 故事在一片和谐欢乐的气氛中 拉下了帷幕 不过影片并未就此结束 老灰熊听完故事之后 哈哈大笑了一番 接着便给我们讲起了第二段故事 在上一段故事中 魔法师为了拯救尼欧 而耗尽了最后的魔法 从那之后 尼欧便开始跟着魔法师学艺 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 魔法师再次修复了损毁的魔杖 恢复了法力 然而很快 魔杖就被偷走 朗斯相信一定是某个人类 偷走了魔杖 他下令偷窃者三天之内自首 忽然就要对所有公民出一罚款 尼欧和魔法师觉得 朗斯的命令不太公平 因为偷窃者也可能是熊族 朗斯认为 善良的熊族不可能去偷盗 但是魔法师却说 现在的熊族 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熊族 魔法师还因此和沙贝 爆发了一场争论 没多久 沙贝便设计陷害了魔法师 他导演了一出银行被盗的戏码 还故意在现场留下了 魔法师外套上的纽扣 朗斯得这消息后 果然下令逮捕了魔法师 尼欧得着魔法师被捕 跑来询问父亲原由 没想到此时的朗斯 无奈之下尼欧只好暗中跑去了监狱 魔法师告诉尼欧 魔法师被盗后 他便私下展开了调查 最后被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宫殿 神秘宫殿耍被森严 他也不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尼欧听说之后 便带着女仆一起来到了宫殿 这个宫殿其实是沙贝暗中建造的 偷盗魔杖的人也是沙贝 听说王子来到了宫殿 沙贝再次是出了轨迹 他一边也用王子进入宫殿 一边又派人请来了朗斯 朗斯看着尼欧和城堡内的弥烂生活 将尼欧关进了监狱 魔法师和尼欧下狱之后 沙贝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女仆发现沙贝正在为他自己建立巨型雕像 这显然是有篡位的征兆 他将这个消息告知了宇宙的魔法师和尼欧 魔法师得知消息后 决定冰险显招 他交给女仆一把打开圣砍的钥匙 圣砍里面藏着一颗大海蛇的牙齿 通过这颗牙齿 女仆将封印的大海蛇再次召唤了出来 魔法师将大海蛇吸引过来 让海蛇用尾巴毁掉了监狱 王宫那边很快就发现了海蛇 朗斯带领着雄族大军 打算出海捕蛇 沙贝也趁机亮出了魔杖 打算用魔法降服海蛇 为自己赢得威望 不过光有一个魔杖根本就不管用 魔法师从沙贝手中夺回魔杖 还将他送去海底 雄族战士和海蛇在海面上展开了大战 朗斯身先士卒 将镖枪插入了海蛇嘴中 然而脆弱的镖枪根本伤不了海蛇 眼见父亲生命垂危 尼欧一股脑冲到海蛇身上 准确击中了海蛇的心脏 不幸的是 朗斯最终还是被海蛇疗死 年终之前 朗斯叮嘱尼欧 让他带领族人离开城市 回到雄族原先的家园 尼欧遵照朗斯的遗嘱 带领族人再次展开了大千玺 第二段故事也就此结束 银游诗人和小助手听完故事后 觉得这个故事太过悲伤 不应就此结束 于是老灰熊又把小助手叫到嘴边 悄悄给他讲述了 故事的另外一个结局 不过这个结局到底是什么 影片并未说明 或许影片只是想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们 对于一个好的故事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喜剧抑或悲剧 而是一个能激发人类好奇心的谜语 正是这样的未知 引领着人类迈向一个又一个 未知的领地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爱你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